好 朋友们 靠屏幕 好吧 呃 这些课呢 我们讲了一个小练习 好吧 什么意思呢 刚刚 或者说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的sure rate了 好吧 并且讲过了客户端如何向服务端发送请求 以及服务端如何给我们客户端返回数据吧 好吧 同时我们详细讲一下我们的request对象 以及我们的response对象 好吧 以及如何从request里面拿数据 以及网络如何往response里面是不是放数据 好吧 讲这一切知识点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呢 通过一个用户动用的一个小项目 好吧 来实践一下我们之间学那些知识点 听到意思吧 好吧 还是一样 这东西啊 呃 大家是第一次做这种小东西 好吧 可能比较呃 听得起来 听得是听的时候可能很轻松 但自己写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 好吧 没关系 你自己写多完以后 自然而然就熟悉了 听到意思吧 好吧 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呢 重新建一个新的项目 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之前所有代码是不是都在里面做的 好吧 现在换一个新的项目 好吧 还是一样点feel 选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可以直接选new了 对吧 然后点project 好吧 想完之后还是一样 选一个什么 是不是叫webapplication 对吧 想完之后点next 对吧 这样起一个名称 什么名称呢 叫login 让他login 让他project 就可以吧 好吧 登录的一个小项目 好吧 点finish 点ok 这是不是告诉你说 开一个新窗口 还是在本窗口里面吧 我们开一个新窗口 好吧 看完之后 所有东西啊都差不太多 听到意思吧 好吧 还是一样点开我们这个login project 这里面 路径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一模一样 好吧 是不是有吧 我们的webinfo 也有我们的webm 这东西没有变化了 好吧 还是一样 现在先创建一个新的包 com 第220宾 好吧 然后呢 建完之后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在我们当前这个项目里面 我怎么样呢 建一个新的一个fail文件 好吧 叫什么呢 叫readme 好吧 什么意思呢 这个文件非常简单 就是说 告诉大家 我到底要做件 做件什么事 好吧 然后呢 登录 小项目 流程 好 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 大家想一下 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已经用到我们页面了 我们用什么东西 用gsp吧 好吧 但注意了gsp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还没讲 好吧 那ok 在当前项目里面 我们现在不用gsp 好吧 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页面 以及如何往后面发情球 好吧 理论来说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好吧 所以现在用什么 什么啊 使用 叫原生 的方式 怎么样呢 生成 页面 好 第二个什么呢 客户端 然后呢 先发送 请求 然后呢 请求 发挥请求 得到 要登录的页面 这什么意思啊 你想一下 你如果想登录美国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点登录按钮 登完登录按钮之后 是不是弹出一个窗口 那个窗口是不是才让我们要输入我们的用户数据了 我们这样也模仪那样的一个方式 好吧 然后呢 发挥请求之后 第三步 干嘛 用户 怎么样呢 填写 相应 到 用户数据 然后呢 发送 请求 给客户端 给服务端 第四点 让呢 服务端 接收到 请求 好 给 进行 逻辑 处理 好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学过 买色口了 好吧 那现在我们请求买色口 好 完成这一系列的整个的功能 听买色了 好吧 做完之后还是一样 第五步 再干嘛 好 然后呢 服务端 怎么样呢 将处理 之后的结果 返回给客户 端 好 就是功能 一共五个步骤 好吧 那怎么做呢 我说了 第1是干嘛 是不是要写原生页面了 写原生页面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要通过用户先发请求 发请求之后 是不是才能登录到我们的 才得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这时候怎么办 先写一个什么 叫Servorate 这样一个类吧 什么Servorate 这样起个名称 配置Servorate 可以吧 好吧 写完之后点OK 点完OK之后 这是不是写的话 这样一类了 然后下面呢 我写一个应手关系 Servorate mapping 里面写上我们的配置Servorate 这里面起一个请求 杠配置 这是干嘛呢 用来获取 写个注释 用来获取登录 页面 的请求 这问题吧 好吧 问题之后还是一样 他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先生成一个Servorate 这样一个类了 对吧 这类里面 我说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了 对吧 这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新线项目 所以这是不是报错了 找不到对应包 找包怎么办 我说过吧 Fail 选什么 Project Fail 选完之后 再选谁 选model 选我们的Defendency 最后呢 在这里面点加号 是不是有个炸三的Diretory 选择我们C盘 里面呢 他们看的Lib 里面的什么 叫Servorate Alt-API 点完之后 把这个Go 点上 点Apple 点OK 对吧 这时候是不是报错了 好吧 你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把干嘛 把前面东西给删掉 你不删也没问题 好吧 如果你看着难受 你就把它删掉 好吧 看着不难受 你就得留着 无所谓 好吧 我把它删掉 这个人有 本人有强迫症 好吧 看着这东西难受 OK 行完之后 下面这也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呢 现在按住什么 Alt 按住Alt加Ctrl 好吧 这是Alt加Enter 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们包给导进来 好吧 Alt加Enter Alt加Enter 这事没问题了 好吧 没问题之后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啊 默认往我们的GET 请务里面写东西 好吧 POSE 先不写了 好吧 还一样 This 点多 GET 好吧 Request 传进去 Request 传进来 好吧 写完之后 这开始进行处理了 好吧 这打一句话 什么东西呢 叫接收到 到 到什么呢 客户端的请求 然后呢 返回响应的 返回响应 到登录 页面 这问题吧 好吧 写完之后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要先获取到一个什么Writer 一个对象吧 刚才说过了 怎么做来着 叫 Request Request response.get writer 吧 好吧 它的反应类型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printer Writer 吧 这写一个out 等于那 没问题吧 好吧 或许 返回的输出流对象 返回 叫或许 响应 输出流对象 OK 好吧 写完之后 下面再怎么写 该写我们的页面了 好吧 注意了 之前我们用gsp 那种方式比较简单 好吧 但是啊 我们并没有系统讲过 gsp 好吧 还是一样 我们用原生方式 叫out 点什么 right 吧 好吧 还记得我们的页面怎么写来的吗 好吧 应该记得吧 怎么写 里面先写一个 最上面什么东西 是不是叫 html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写什么 是不是写一个程度出现的杠 html 是不是程度出现 对吧 下面不要了 然后呢 中间是不是可以往里边加东西了out 点 right 下面是什么 是不是有个heather的一个标签 对吧 下面再写out 点 right 下 杠 heather 好吧 还在写完之后 还有什么东西 叫out 点 right 我要多写几个啊 多复制几个啊 一个也写太麻烦了 还要写什么 该写我们的body了吧 底部地外 下面这呢 也是一样的 见过 然后呢 杠 b o d y 这问题吧 包的里面是不是可以潜入我们对的一个标签了 对吧 包里面写什么东西啊 非常非常简单 好吧 还是一样 先写第一个 叫什么 刚才你怎么写的 是不是先写一个foam表单 对吧 这也是一样杠 foam 没问题吧 好吧 没有杠 写一个foam表单 下面呢 最后面的 双一号 然后呢 -foam 对吧 写完之后再写什么 是不是该写我们的input的标签了 所以这还是一样input的 让他注意写什么 叫type等于单一号 好吧 写一个txt 然后呢内幕等于 再写一个 内幕 好吧 然后呢 还有个v6等于 是不是先写空 这问题吧 好吧 写完之后 前面给一个属性 叫用户 名 好吧 你想一下 刚才我们在我们那个messgsp里面 打开我们的页面 messgsp 这里面是不是也写这东西 对吧 跟刚才写的一模一样 好吧 没有什么变化 好吧 我们这直接往一边补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再换换换标签吧 不要 可以吧 写完之后 下面呢也是一样 密码吧 冒号 然后呢input 再写一个type等于 依然是我们的tst 好吧 内幕等于 pwd 好吧 写完之后 还有什么v6等于空 好吧 再加一个换号的一个标签 好 这些是不是很麻烦 好 没关系 好吧 我们现在第一次写 所以先 麻烦你麻烦点 OK 再写一个input 然后呢type等于 注意来写什么 叫submit吧 然后value等于什么东西 是不是写一个叫登录 好 写完之后再写上 好 我们这直接写这个login 写这样东西 好 写完之后把这个补权 然后加一个 宽含用加吗 想加加 变加无作为 好吧 这时候这一面就算是完成了 进来一次 好吧 比如说这些标签全部要干嘛 要通过我们手写写到这个out里面 好吧 然后out会进行一个输出了 好吧 但是之前我说过了 你现在已经带上标签了 好吧 刚才讲response 我强调过 我说 如果你的那个返回页面 那个数据是不是有各种格式 是不是可以有html 还有什么plit 这是不是纯文本 这时候你注意了 你既然是html标签 所以这时候最好怎么办 最好给大家设一个这样东西叫 response.setcontext type吧 写什么东西 叫tst-html 这个时候能做到一个更紧确的一个解析 听麦子 好吧 还要换一下 叫设置响应 编码 问题吧 好吧 都做完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返回我们对应结果了 返回完成之后 用户是不是可以拿到我们的请求 好吧 应该结果之后是不是又该发请求了 那就怎么办 后面就少东西了 少什么 少一个action属性 干嘛呢 告诉你说 我要往哪个地方是不是发送我们的请求了 对吧 等于 写一个叫login 可以吧 然后呢 master的等于 写一个get吧 盖我们在地点里面能看到我们的消息 好吧 所以这直接用我们的get 没问题吧 没问题之后 那OK 这个页面就写这么多 这时候想一下 第二件事在干嘛 还要回到我们redme 现在客户端是不是要先发请求了 对吧 得到登录页面 然后呢 登录页面现在是不是有了 有了之后 用户是不是该填数据了 填完数据之后 是不是要发请求给我们的服务端 那意味着 我的服务端是必须要有一个sore reader 来接受我们对人一个什么 就是啊 接受我们对人一个login的请求吧 好吧 结果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进行逻辑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把结构返回去 对吧 这是整个一系列的一个流程 听完一次吧 好吧 那现在啊 我们先不往下写 好吧 还是一样 先做一件事 我说了 我们现在啊 要去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进行一个请求 好吧 数据库啊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好吧 你们之前都学过MySQL了 我们现在这就用我们的MySQL 好吧 来创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好吧 怎么做呀 还是一样 新建一个连接MySQL 连接名叫localhost 本地的一个数据库 好吧 然后呢 写上我们的密码123456 好吧 点OK OK 现在这边有数据库 这写一个 新建数据库 这写什么 写一个优点 可以吧 好吧 或者是login吧 login 好吧 里面创建一张表 新线表 什么表 这可以写一个id 好吧 类型 印的类型吧 然后写一个自动长 好吧 选择是主件 变自动长 好吧 下面再写第二个列 这东西叫name 然后呢 挖刹类型 好吧 给是个长度 OK 下面再写一个叫pwd 是密码 再写一个挖刹 好吧 把这些给表 先创建好 把它保存 保存完之后 提一个名称 叫 优点表吧 可以不可以 好吧 优点 OK 现在大家想一下 表里面是不是表创建好了 往里面写两条数据 好吧 第一个 自增不管他 然后呢 写个张3123 没问题吧 然后里4 再写个456 好吧 当你把它写完之后 是不是两条记录 好吧 一会我们就来请求两条记录 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的结果给反映回去 好吧 那OK 这节课先聊这么多 好吧 下节课我们再接着讲 好 好 看哦 chest课 我们已经柔رف了 好吧 整起锁了